我祝福神的神的教会 我祝福神的名字 他心就是古兰经 献别真伪的经典的结吻 是信道的上导和佳音 信道者谨守拜公 完纳天课 都信后世 不信后世者 我却以为他们而装饰了他们的行为 故他们是徘徊歧途的 这的人是应受严刑的 他们在后世是最亏损的 你却以奋道从智瑞全知的主将式的古兰经 当日摩扎曾对他的家属说 我却以看见一处火光 我将从有火的地方带来一个消息给你们 或拿一把火来给你们烧火 他到了那火的附近 就有声音喊叫他说 在火的周围和附近的人们都门互佑 带送真主全世界的主 超绝万物 摩扎 我却是真主 万能的智瑞的主 你抛下你的手杖吧 当他看见那手杖 蜿蜒如蛇时 就转脸而逃避 不敢回顾 摩扎 不要畏惧 使者们在我这里 却是不畏惧的 既行不义 然后改过从圣者出外 他对于他 却是制舍的 却是制辞的 你把手插进你的怀里 然后抽出来 他将白亮亮 却无恶极 这是派你去昭氏法老 和他的百姓的 九种迹象之一 他们却是有罪的民众 我的许多明显迹象 降临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 这是明显的魔术 他们内心承认那些迹象 但他们为不义和傲慢 而否认它 你看 摆弄是非者的结局是怎样的 我却把学文赏赐达乌德和苏莱曼 他俩说 一切赞颂 全归真主 他曾是我们超越他的许多信道的仆人 苏莱曼 据成达乌德 他说 众人啊 我们曾学会白鸟的语言 我们曾获得万物的享受 这却是明显的恩惠 苏莱曼的大军 有精灵 人类 鸟类 组成 被召集在他面前 他们是部署整齐的 等到他们来到异谷的时候 一个母仪说 蚂蚁们啊 快进自己的住所 所去 以免被 苏莱曼和他的大军 不知觉地践踏 苏莱曼为他的话 而惊诧地微笑了 他说 我的主啊 求你启示我 是我常常感谢你所赐给我 和我的父母的恩惠 并是我常常 做你所喜悦的善功 求你借你的恩惠 而使我得入你的善良的仆人之列 他曾检阅众鸟 他说 我怎么不见戴圣呢 他缺席吗 我必定严厉地惩罚他或杀掉他 除非他带一个名证来给我 他逗留不久 就来了 他说 我知道了你不知道的事 我从塞巴尼带来了一个确实的消息给你 我却发现一个夫人 统治一族人 他获得万物的享受 他有一个庞大的宝座 我发现他和他的成名都舍真主而崇拜太阳 恶魔曾以他们的行为迷惑他们 以至阻碍他们走向正道 所以他们不遵循正道 他们不崇拜真主 皆是天地奥秘 而且深知你们所隐晦和表白的主 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是伟大的宝座的主 他说 我要看看你究竟是诚实的还是说谎的 你把我这封信带去投给他 然后离开他们 你试着看他们如何答复 他说 陈仆啊 我接到一份贵重的信 这封信却是组拉曼寄来的 这封信的内容是 奋之仁之词的真主之名 你们不要对我傲慢无礼 你们应当来归颂我 他说 陈仆啊 关于我的事 望你们出个意见 我从来不决定任何一件事 直到你们在我面前 他们说 我们既有武力又有勇气 我们对你是唯命是侍从 请你想一想 你要我们做什么 他说 国王们每攻入一个城市 必破坏其中的建设 必使其中的贵族变成贱民 他们这些人也会这样做的 我必定要派人送礼物去给他们 然后等待着使臣们带回来什么消息 当使者见了苏莱们面前的时候 他说 你们怎么以财产来资助我呢 真主所赐我的胜过他所赐你们的 不然 你们为你们的礼物而洋洋得意 你们转回去吧 我必定统帅他们无法抵抗的军队去讨伐他们 我必定把他们卑贱的逐出境外 使他们成为受凌辱的 他说 陈普摩啊 在你们来归宿我之前 你们中有谁能把他的宝座拿来给我呢 一个强凉的经理说 在你离奇之前 我把他拿来给你 我对于这件事却是既胜任又忠实可靠的 那深知天津的人说 转瞬间我就把他拿来给你 当他看见那宝座安置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说 这是我的主的恩惠之一 他欲以此誓言我 看我是感谢者还是顾恩者 感谢者只为自己的利益 而感谢顾恩者须知 他的主却是无求的 却是尊容的 他说 你们把他的宝座改装一下 以便我们看看他能否认识自己的宝座 当他来到的时候 有人说 你的宝座像这样吗 他说 这好像是我的宝座 在他之前 我们以获得知识 我们是以 归胜的 他舍真主而崇拜的 妨碍他 他本是属于不信道的民众 有人对他说 你进那宫殿去吧 当他看见那座宫殿的时候 他以为宫殿里是一片汪洋 就聊起一场 露出他的两条小腿 他说 这却是用玻璃造成的光滑的宫殿 他说 我的主啊 我却是自欺的 我现在跟着苏莱曼归送真主 全世界的主 我却一派遣 塞茂德人的圣地 去教 他们说 你们应当 崇拜真主 他们立刻分为两派 互相争论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为什么在恩惠 之前要求 刑法早日 实现呢 你们怎么不向真主求饶 以便门真主的怜悯呢 他们说 我们为你和你的信徒而遭威用 他说 你们的威用是真主注定的 不然 你们是要受考验的 当日城里有九伙人 在地方上伤分败俗 而不一分一组 他们说 你们只真主互相门示吧 他们说 我们必在夜间谋害他 和他的信徒 然后 我们必对他的主说 他的信徒遭害的时候 我们没有在场 我们却是诚实的人 他们曾用一个计谋 我也曾用一个计谋 但他们不知不觉 你看他们的寂寞的结局是怎样的 结果是 我把他们和他们的宗族 全体毁灭了 那些是他们的房屋 因他们的不义而变成坍塌的 对于有知识的民众 始终却有一种迹象 我曾拯救了信道 而且敬畏的人们 我曾派遣卢特 当时 他对他的宗族说 你们怎么明目张胆地干丑事呢 你们务必要舍 女人而已男人为满足信誉吗 不然 你们是无知的民众 他们说 你们把卢特的信徒逐出城外 因为他们是纯洁的民众 这是他们唯一的答复 我就拯救了他和他的信徒 他的妻子除外 我以预定他和其余的人 同受刑罚 我曾将大雨去伤他们 曾受警告者所遇的雨 真恶劣 你说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祝他所选的众谱平安 究竟是真主更好呢 还是他们用来配真主的更好呢 是那天地的创造者更好 他为你们从游中降下雨水 以配之美丽的园铺 而你们不能使园铺中的林木生长 除真主外 难道还有因受崇拜的吗 不然他们是悲逆的民众 还是以大地为安居之所 使主和流冠之间 使主山镇压气上 便在两海之间设一个屏障着呢 除真主外 难道还有因受崇拜的吗 不然他们大半不知道 还是那答案受难者的祈祷 而解除其灾害 且为你们为大地的代制者呢 除真主外 难道还有因受崇拜的吗 你们很小觉悟 还是那在陆海的重重黑暗中 引导你们 在祈恩会之前 使风转为佳音呢 除真主外 难道还有因受崇拜的吗 真主超乎他们用来配他的 还是那创造万物 然后加一副造 并从天上和地下供给 给养着呢 除真主外 难道还有因受崇拜的吗 你说 你们拿你们的证据来吧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你说除真主外 在天地间的不知优选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复活 难道他们关于后世的知识 已经成熟了吗 不然 他们对于后世是怀疑的 不然 他们对于后世是盲目的 不幸道者 人们说 难道我们和我们的祖先 都要被复活起来吗 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以前 却已听过这一类的恐吓 这只是古人的神话 你说 你应当在地面上履行 因而观察犯罪人的结局是怎样的 你不要为他们的悖逆而忧愁 不要为他们的寂寞而烦闷 他们说 这个警告什么时候实现呢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你说 你们要求缴日实现的 或许 有一部分是灵机你们的 你的主对于世人 却是有大恩的 但他们大半不是感谢的 你的主的确知道 他们的心中隐藏的 和他们所表白的 天上地下 没有一件隐危的事 不记录在一本 明白的天经中 这部古兰经 的确 把以色列的后裔 所征用的大部分的事理 告诉他们 这部古兰经 对于信道者 却是向导和恩惠 你的主必为他 依照他的决定而裁决 他却是万能的 却是全知的 你应当信赖真主 你却是有据 有明白的 真理的 你必定不能使死人 听你讲道 你必定不能使 退避的笼子 听你召唤 你绝不能引导 虾子离开 迷雾 你只能使 信我的 迹象的人 听从你的讲道 他们因而 诚意 信道 当预言 对他们实现的时候 我将使一种动物 从地中出生 伤害他们 因为众人 不信我的迹象 在那日 我将从每个民族中 记合一群 不信我的迹象的人 而他们是被排列的 真真气气的 等到他们来 见到真主那里的时候 他说 你们没有彻底的 知道我的迹象 就加以否认了吗 你们究竟做了什么呢 欲言 将对他们的不义 而对他们实现 所以他们哑口无言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我以黑夜 做他们的安息时间 以白昼 做他们观看的时间 对于信道的民众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在那日 将号角吹响 除真主所抑郁的外 全在天上和地下 都要恐怖 各个都要悲剑的 来到真主那里 你见穷山 而以为都是固定的 其实穷山 都像形容一样逝去 那是精致万物的 真主的化工 他却是撤知 你们的行为的 行善的人 将获得最佳的报酬 在那日 他们将免于恐怖 作恶的人 将匍匐着投入火域 你们只受 你们行为的报酬 你说 我只奉命 崇拜这城市的主 他曾以 这城市为禁地 万物都是他所有的 我亦奉命 做一个归顺的人 秉轩读古兰经 谁遵循正道 谁自受弃义 谁误入歧途 你都就对谁说 我只是一个警告者 你说 一切赞颂 全归真主 他将显示 给你们 他的迹象 你们就认识他 你的主 并不忽视 你们的行为的 你们就认识他